2009年 印度太空中心发布声明 称印度的卫星导航系统将在三年内投入运营 据悉 这将是继美国GPS 俄罗斯 格罗纳斯 欧洲加利略 中国北斗之后 全球第五个投入使用的空间卫星导航系统 当初拒绝中美两国合作 硬着头皮独自研发导航系统的印度人 经历了怎样一番磨难 时过境迁 印度人心心念念的 I-SS又建设得如何 2006年 印度政府首度将发展卫星导航系统提上日程 在该举桌上 印度人采取了两步走战略 首先 印度将在美国GPS技术基础上构建增强系统Gagam 用以辅助GPS近地轨道的增强导航 实现提高印度使用GPS服务的精度 具体而言 根干的主要任务是辅助印度飞机的精准着陆 根干是印度走向自主全球定位的第一步和技术基础 根干建设之后则来到了两步走战略的第二步 打造自己的区域导航卫星系统IRNSS 印度人计划中的IRNSS系统将初步发射7颗卫星 全面覆盖整个南亚次大陆和印度亚 不过 想要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独立卫星定位国家 对印度而言 又谈何容易 除了中美俄欧之外 全世界最热衷于发展卫星技术的国家莫过于日本 印度 二者的不同之处是 日本具备技术和资金优势 而印度却劣势很多 技术方面 地面站建设 主控站建设 导航软件建设 用户接收器设置等技术 印度几乎全部受制于人 无法实现自主突破 以上任何一个问题不攻破 印度筹划中的IRNSS都会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在军事领域的战略意义当然无存 资金方面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初步计划发射7颗卫星 总花费3.5亿美元 这个数字与别国全球定位系统 动辄几十亿的投入相比 显然有些捉襟见肘 当然 印度人也有自己的优势 那就是利用自己在中美俄战略核举中游走的定位 取得各国的技术支持 除了建设Gangam系统获得美国的技术支持外 印度还与俄罗斯实现合作 成为格罗纳斯的国际伙伴之一 按照两国签署的卫星技术合作协议 俄印将联手发射18颗导航卫星 其中 印度仅仅负责三颗卫星的研发 六颗的发射 除了与传统盟友俄罗斯合作外 印度还借助其民主国家的面具 积极参与到了欧洲伽利略系统的项目建设中 与欧洲各国联手研发地面系统 以便在航空方面加以利用 为了尽快让IRNSS系统落地 印度可谓是找到了所有能合作的盟友 绞尽脑汁想要躋身 独立卫星定位系统国家行列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印度人对IRNSS系统如此执着 2006年5月 印度政府正式批准了IRNSS系统的建设 计划耗时8年时间 打造印度人独立掌控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印度对IRNSS系统如此执着的原因 首先来自于提高远程精准打击能力的诉求 随着精确打击武器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 以及其取得的瞩目效果 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 卫星导航在战争中的应用已经越来越深入 甚至成为能够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一环 因此精确制导武器 尤其是具有中远程供给能力的制导武器 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开发的对象 此前 华尔社这大国梦想的印度将远程打击武器发展重心 放到了发展核武器领域 但此举遭到西方世界的频频经济制裁 最终拖累了印度的导弹等远程武器制导技术 走投无路的印度人只能转而寻找其他方案 而除了传统的核威社之外 要想提高导弹的中远程打击能力 就必须依靠全球定位系统 同一时期 美军的巡航导弹 机载炸弹等尖端制导武器 大部分都配备先进的GPS制导技术 与之相比 印度的中远程导弹 还只能依靠传统红外制导 对目标施加打击 就令印度战斗机的导航 也只有落后的地面雷达提供支持 新世纪以来的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 让印度人充分意识到 随着全球卫星定位技术的不断完善 卫星系统已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倍增器 以及未来战场的取胜之时 于是在2015年的军队远景规划中 建设未来军队的战略目标之一 而一旦印度的IRSS系统建成 将全方位弥补印度 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的短板 进入21世纪后 称霸南亚始终是印度人的野心 可很长一段时间内 印度对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的监视 控制能力很有限 仅仅局限于印度半岛东西侧 孟加拉湾 阿拉伯海 其远洋能力十分有限 因此 印军一方面大力发展航母 核潜艇 驱逐舰等远洋武器装备 另一方面挖空心思发展卫星定位系统 试图提高远洋巡逻与作战保障能力 根据公布的IRSS设计之初覆盖范围示意图 也可以看出其重点覆盖区域 正好位于印度自大陆与印度亚 另外 提高印军对西北部边境地区的监视 同样是迫切打造出IRSS的现实需求 印度西北部边界多维海拔较高的山地 且与巴基斯坦 中国毗邻 人文地理等因素十分复杂 是印度假想的未来重要作战地区 但这里高山林立 交通不便 缺少显著的地理参照 因此卫星导航在这里具有特别的意义 IRSS系统见证后 可帮助印军对边境地区的有效监控 此外 IRSS还能迅速传递边境地区 好战分子 恐怖分子的入侵行动数据 以保证印度安全部队 在敌人入侵前做好应对准备 郑志友人表示 一旦IRSS系统落成 恐怖分子的入侵将彻底成为过去式 与此同时 IRSS系统建设成功 也会让印度成为全球少数几个 能够掌握全球卫星定位的国家之一 尤其是当区域性的 IRSS扩展为全球性系统 为印度提供全球范围的导航服务时 印度将彻底摆脱对外部的依赖 近几年来 印度在空间技术领域取得进步 有目共睹 自2006年计划提出以来 印度已经发射过20多颗各类卫星 成为继美俄法中日之后第六个太空大国 并顺利极深国家卫星发射市场 2016年 随着IRSS一亿导航卫星的顺利升空 印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 俨然已出具规模 不过 从实际运用效果来看 IRSS仍旧问题重重 且存在诸多制约 目前 IRSS已经能够做到 提供系统本身的卫星定位信息 为印度本土用户提供独立的导航定位 印度规划中的七颗导航卫星全部到位 实现了卫星导航 为南亚兹大陆服务的最低数目 除此之外 IRSS在考虑兼容GPS系统信号的同时 还保留了独特的自主频率和数据类型 降低了卫星导航的安全风险性 不过 受限于导航技术的外部同类技术的转让闲置 IRSS系统的误差 相较于GPS 北斗仍有明显差距 印度一方面 加紧组织人力物理进行技术公关 另一方面通过收购和技术合作 试图进一步完善自身卫星技术水平 然而 由于各国相关技术转让限制 印度注定只能从别国手中 拿到相对过失的技术 这让印度很难在卫星导航领域 迈入全球第一行列 在定位系统频率方面 IRSS为了掌握独立的区域导航定位能力 建立了自主的发射频率 且频率分布范围较广 可以为印度军用 民用等各类用户 提供加密或高精度服务 能够在保持与GPS高度兼容性的同时 又保留自身的自主频率 某种意义上 印度也就保留了 IRSS系统的自主运营与使用权 然而 由于印度人一贯的拿来主义作风 严重缺乏自主研发能力 导致其核心技术研发薄弱 除了自主频率之外 IRSS项目中的卫星地面站 主控中心等各领域建设 几乎全部依赖美俄两国扶持 自身能力极其有限 上序功课的技术难题还有许多 再者 IRSS较强的信号兼容性 一方面让印度能够更好更快地 接入GPS 但也增添自身系统的安全隐患 IRSS在GPS原有技术上 增设了L波段与L5频段 这与美国最新的GPSRF 卫星民用信号频率一致 此举不光扩大了 IRSS与GPS的兼容性 技术体制设计上也考虑了 与伽利略的互操作能力 可一味的追求与其他系统的兼容 自身关键技术又存在较大风险 意味着印度的IRSS注定存在安全隐患 关键技术无法独自掌控 将让IRSS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随时会遭到外界全球定位系统的攻击 除此之外 IRSS在地理局限性 后续投资资金匮乏等问题上 同样在严重制约着 其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总体而言 印度的IRSS是结合了美俄欧 多方导航定位系统的结果 是由各方技术拼凑而成的产物 这一情况带来的最大问题 莫过于处处受制于人 当初拒绝了北斗和GPS的印度 到头来还是因为自身技术与实力有限 不得不向西方世界低头 表面上看 有利于中美俄欧多方中间的印度 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 顺利提升全球卫星定位大国 看似独自掌握了全球卫星定位技术 可由于核心技术受限 未来一旦出现非常实践 有关国家很可能关闭导航定位服务 或降低服务精度 甚至向IRSS注入虚假定位信息 从而让印度利益受损 有鉴于此 印度的IRSS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黄金自古以来 便一直被看作财富的象征 无数人对其趋之若鹜 然而有那么一个国家 明明家中藏金千万 却成了一种幸福的烦恼 不仅没有过上富裕的日子 甚至整个国家都差点被黄金拖垮 只有国家就是印度 关于印度的这桩怪事 我们还要从印度人的那些奇葩心理开始说起 我宁愿饿着肚子 也不愿意放弃身上穿金带银 印度不是一个富国 根据世界银行在2010年初据的一份报告 印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 在国际贫困线以下 三分之二的印度人民 平均每天生活费不高于两美元 但与之相对的 印度却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黄金消费国 以及第一大黄金进口国 光是在2021年一年 印度就进口了1050吨黄金 为此印度政府付出了 全年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 这种鲜明的贫富对比 难免让人产生疑问 印度买的黄金都去哪了呢 难不成印度人会吃黄金 事实上 印度人虽然不吃黄金 但却和吃了差不多 因为这些黄金最终都被供了起来 众所周知 印度教是如今印度境内的第一大教 80%的印度民众都是其教徒 而在印度教的教义里 黄金一直被视为财富与吉祥的象征 这就使得印度人对黄金的喜爱 达到了一种近乎病态的狂热 可俗话说得好 信仰是不能被消费的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 在印度教上千年的历史文化里 黄金便逐渐退去了 其货币身份的价值 转而变成了一种奢侈的贡品 只能看不能花 最终便形成了现在的尴尬局面 2011年 尘封了140多年的 帕德玛纳80瓦米神庙 充现天日 正如传说中这座神庙下 埋藏着人类文明最大的宝藏一样 光是出土的黄金钻石 价值就超过了5000亿印度卢比以上 但天降横财 却并不一定都是福 在关于这笔宝藏的归属问题上 印度政府希望将其用来造福所在地人民 改善教育与医疗等基础设施 可印度家的信徒却认为 政府对寺庙瑰宝动手 是对神明的亵渎 在他们看来 既然这些财宝是过去的人们献给神职的 那么他就必须永远与神职在一起 于是在多方干涉之下 这件事情最终便不了了之 如今印度政府不仅无法使用这笔财富 反而每年还需要耗费巨资 建立特种部队来看管 成为了一根硕大的鸡肋 帕德玛纳85阿米神庙的故事并不是偶然 如今印度国内的许多寺庙 都珍藏着大笔黄金 一些贫穷寺庙还只是简单地 镀上几座金佛 而那些富裕的 例如著名的阿姆利泽金庙 连墙壁的外围都包裹着一层层金箔 落日的余晖下 一座座寺庙金碧辉煌 宛如太阳一般耀眼 而在信徒们虔诚的赞歌之下 是印度政府日益沉重的负担 不过话说回来 除了被当成供品固定下来的财富 那些在市场流通着的黄金 事实上也并没有充分发挥出 它们的价值 在黄金年鉴的分类里 实物黄金消费一般可分为 市金需求 电子工业需求 牙科需求 以及其他工业需求等 一般来讲 如果黄金被消费于后面几种类别 我们便可以将其视为物尽其用 然而在印度 超过95%的黄金消费 都在市金需求之上 特别是在结婚 以及其他宗教仪式上 如果缺少黄金饰品 往往就会被视为不完整 除此之外 在印度社会 黄金饰品 也被视为女人一生仅有的财产 按照印度传统 女性并不具备 土地与产业的继承权 于是那些担心 自家女儿婚后生活的父母 往往就会通过黄金首饰 来充当嫁妆 使得女儿不至于在夫家受欺负 在一般行情下 印度嫁女儿至少需要携带 116颗 约合1万美元的黄金充当嫁妆 那些家境富裕的 甚至还要达到10倍以上 但不管贫穷还是富有 这对任何家庭来说 显然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不管是被当成贡品也好 充当嫁妆也罢 最终促使如今的印度 空有巨额的黄金 却依然穷得叮当响 甚至整个国家都几乎要被拖广 根据IMF的报告 在2019年底 印度政府债务规模 已经飙升到了GDP的74% 成为全球新兴市场经济体里 债务规模最高的国家 随后 包括目的公司在内的 一系列国际金融机构 纷纷将印度政府债务性欲评级 调低至负面 而这些其实都在说明一个现实 那就是印度政府真的没钱了 按照金融发展论的观点 一个健全的金融体制 是应该能够将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 进而促进资本形成的 可通过印度的黄金市场不难看出 大部分印度人民并不具备投资的意识 据统计 在2015年 印度民间的黄金存量 就已经达到了2.5万吨 由此可见 相较而言 印度人民显然更愿意把储蓄放在床底 或者捐给寺庙 对此 著名学者纳格斯曾表示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贫困 往往就是因为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 创造的财富 无法实现资本形成 最终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的印度 恰恰就处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 当然 面对眼前的危机 印度政府肯定是不会放任不管的 从2015年 墨地政府推行黄金货币政策开始 为了盘活民间的黄金储备 印度政府口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但结果呢 三年时间过去 印度野心勃勃的计划 仅仅吸纳了20吨的黄金 也就刚刚超过民间黄金持有量的千分之一 如此情形 属实让墨地政府尴尬不已 不过 熟悉印度的人一定知道 墨地并不是一个喜欢认输的人 因此 尽管计划看起来漏洞百出 但其依旧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 在2019年扩大了政策的适用范围 允许寺庙帮政府以及政府拥有的任何实体 参与到计划中来 虽然这让不少人诟病不已 觉得墨地是在向资本主动低头 但好在计划能够持续下去 其实 说实在的 藏金渔民并不见得就一定是坏事 与印度的情况类似 日本从1994年开始 就主动鼓励国家藏金渔民 包括但不限于 有金融机构推出适合投资者的黄金产品 如黄金邻存成取 黄金积存计划等等 客观来说 如今印度推行的黄金货币政策 可能都有些超日本作业的嫌疑 但与印度的屡屡受挫不同 日本的形势却是一片大好 每次推出新的黄金产品 往往都会引得日本民众大肆追捧 甚至经常货不应求 这一使得日本不仅不用苦恼 民间拥有太多储备黄金 反而还减轻了官方的压力 在如今世界各国都在增持黄金的时候 日本表现得不急不躁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 在我看来答案可能只需要两个字 那就是信任 实际上 印度政府制定的黄金货币政策 客观来看是有惠于名的 否则墨地政府也不会直到计划三年受挫后 想象割肉一般将适用范围扩大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 印度人民并不信任政府 一句话说 很多人事实上是担心这些钱交出去 最后回不来的 毕竟不管是从获得利息会被磕税 还是债券有效期八年 第五年才可以被出售获取利息等等规定 怎么看都风险极大 像是刻意挖的坑 所以最终的遇冷就不让人感到奇怪了 不过正因为政洁在于信任 想要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 那就是让利 如果真的有足够的利益可以拿到 那么区区风险和信任就不成问题了 根据摩丹氏跟利日前的报告 从2021年1月以来 印度在MSCIAC亚太指数中的权重 已经从6%提升到了10% 对此该机构评价道 印度长期以来展现出巨大潜力 现在正开始逐渐释放 在全球市场上 看好2024年印度股市 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 尤其是在过去一年 经历了美国金融急剧收缩的考验后 可以预料到 接下来必然有大量国际资金涌入印度 面对这样优秀的市场背景 印度人民真的还能忍住手吗 但或许已经显而易见